一块来看一下今天都学了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等式的推理 这里边要求让大家认识到两个等式的性质 一个呢就说的是等式具有传递性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等式两边同时加想或者剪辑一个相同的数 或者相同的式子 对吧 这个等式都是不变的 不变的还是成立的 那么第二点呢 让大家知道的是顺序类的逻辑推理问题 这么多个条件要给它排一个顺序的话 咱们不妨画一个箭头 是不是 那和它一样的还有的就是咱们匹配型的逻辑推理问题 谁的方形 谁的圆形 谁的红色 谁的黄色 对吧 那像这样的问题呢 咱们用列表格的方法就可以了 这才说的第二道题呢 其实是真假类的逻辑判断吧 对不对 这一个题目呢 主要以兴趣为主 咱们认识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了 我们今天还说到了一个问题 是从反面思考 那么它是一个常见的数学思想啊 咱们在做题的时候 如果从正面思考特别麻烦 不妨从它的反面想一下 那孩子们 今天呢 咱们还说 要给大家说一说 曹冲称相的故事 对吧 那现在就让咱们一块来 说一说这一个故事吧 曹冲呢 是曹操的儿子 是不是 有一天呢 曹操要称一只大象 是吧 这个大象谁都没有看见过 嗯 不知道应该怎么称 怎么 这么大一个旁人大物 怎么称啊 所以他的大臣们就开始想主意了 那说 嗯 有人说是把他给切成块 不不不 切成块 冲 有人说是大好大好大的一个冲来冲它 可是这些方法呢都不实用 而年纪小小的 曹冲 想了一个非常棒的方法 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一块来 看一看吧 曹冲 我们的大象 给切成好多好多块来凉了 这个就是曹冲成像的故事 给打成的宝贝们 你们知道吗 我们打败了魔方大厦 终于重返了地面 这扇门背后会有什么呢 请看下集 智慧天天之数学家的故事